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 今天是礼拜三 我们很久没有谈德国了 今天开始 那么跟你谈一下德国 德国在他的两场 东部的这个萨克森邦跟布兰登堡 帮的议会选举 那么已经在二号出炉 这个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这两帮的得票率都大增 已经篡身为第二大党 那这个另类选择党 他诉求的是反移民 反移民很清楚的反移民 那么反映出来 这两个地方是所谓前东德地区 也就是梅克尔 梅克尔总理 他所出身的地方 那么他们对于移民 移入的不满 也对两德统一之后 生活水平改善 不如预期的失望 所以现在开始出现一个这样的党 就是叫德东人的党 德东人的党 我们都以为这个东西德的统一 那么应该是东德这一边 就是现在叫德东了 慢慢的融入到 这个原来西德 所建构的一个社会体系跟价值 但是因为经济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观念各方面等等 本来就不容易 虽然一个从东德出身 从德东出身的梅克尔 担任德国联邦的总理 已经长达超过十年的时间 但是整个德东地区还是感觉到 他们不如德西地区来受到重视 或者说水平能够发展的一致 现在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这样的一个变化 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 也是整个我们讲说 整个欧洲地区反移民的风潮 不止欧洲的 这个美国更是明显的 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德国 德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 从语文上来讲 有人认为西方的语文当中 德文算是数一数二很难学的语言 那么可能比英文比法文更难 因为他的文法非常的严苛 那另外德国人也被视为 是一个严谨务实的民族 那么比如说他们的精密科技 那么应该说就是反映出了这种民族性 所能够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一个 这个产品 但相对来说 德国人在理财方面 就非常的保守稳健 甚至于有人认为是一种激进于病态 那为什么这么讲 举个例子来说 像现在全世界地区 很多国家政府都举债 而且几乎没有上线 结果在欧元区平均的债务 这个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大概86% 这是欧元区的平均 结果德国呢 德国一家的比率是低于60% 平均的欧元区86% 表示有不少国家是超过86% 那德国一家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 他只有低于60% 好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给大家会觉得说 德国人真的很了不起 那么我们知道 德国也是最早发现到 这个年龄老化 对于这个国民 这个将来的救养 所形成的压力 所以他们早在十年前 就开始把退休年龄 然后把这个退休的这个 所得的比率 这个替代率 那么大幅降低到 只有你在值的时候 50%或者60% 来维持德国财政的一个稳健 你可以想见 一个在十年前就已经预想到 年龄会老化的民族 那么他当然会对于他的财政举债 他是保持着非常的 战战兢兢的一个态度 好我们看到在过去金融海啸 发生到现在十年以上 德国经济也一直保持稳健 过去十年每季平均增长0.5% 在过去的四十个季度 就是十年当中 德国有三十五次的季度 都是经济成长的 但是今年第二季 他的GDP 暗季已经下跌了0.1% 第三季恐怕也非常的不乐观 连续两季出现的收缩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显示德国经济就陷入衰退了 好那德国的经济陷入衰退 当然全世界的贸易 这个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也因为长达多年的这种成长的荣景之后 开始出现一些反错 这些原因造成全球贸易的衰退 那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外贸的一个国家 在中国事实上早在还在几年前的时候 德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家 直到这两三年才被中国给取代 所以当全球的贸易减少 这对德国经济当然是有影响的 好但是呢 就好像我们看到 欧洲其他国家或者像美国 当碰到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做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出来 积极的财政政策很简单说 就是要容许财政赤字来提供额外资金 来刺激经济 也就是说啊 需要来这个用一个预算的一个赤字预算 那么让比如说把国债的占比 把它拉高一点 可以有更多的钱拿出来来刺激经济 那这个情况在这几年 美国固然不用讲 美国事实上是惯犯的 日本日本这几年也很明显的 安倍的经济啊 很大部分是靠这个 其实连中国都是啊 中国也是靠这个超额的M2的 这些货币发行啊 来刺激经济的一个成长啊 但是这一块德国啊 你可以用一个 用好听一点叫他的财政纪律啊 非常的严谨 就跟他的民族性一样啊 他们绝对不轻易的 去让国债来成长啊 那么直到最近啊 才看到德国财政部长啊 肖尔茨啊 他8月18号才才讲到说啊 他第一个他讲说 德国目前的国债的占比啊 应该第60%啊 所以财务水平有全面的能力 来应对经济危机啊 同时也提到说啊 在08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德国曾经耗用500亿欧元来刺激经济啊 是不是暗示说啊 如果德国经济陷入衰退了 那就可能又会动用 类似的规模的额外开支来应对啊 啊 这是一个部分的哈 那么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如果就问题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 那么这也还是个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啊 在德国哈 德国的整个社会啊 那么德国政府啊 是不太愿意啊 去放松这种所谓的 这个这个赤字的一个管控啊 那么经济学家用一种比较粗鲁的话说 他不愿意放松 轻易放松他的裤头 因为呢 你这一松了之后啊 你可能就会非常依赖 因为这个 比如说政治界 政治界很容易啊 就用这种大量的超额发行的方式 举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 所以呢 过去啊 大家说德国人啊 他们的谨慎 让他们对用举债来刺激经济啊 这个都是敬而远之的啊 那连这样的一个做法 到连这个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啊 哥伦比亚大学啊 克林曼啊 他都在纽约时报写文章啊 特别说德国人 他认为他们有自虐的倾向啊 对于公共债务啊 有一种毁灭性的这个固执啊 但这种固执坦白说啊 也就是反映出来 德国民族性的一部分啊 就是我们刚讲到说 严谨啊 纪律啊 跟这种稳健啊 这都是他的一个特点啊 好 但是呢 现在啊 碰到一个啊 现在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啊 让德国的经济啊 那么出现了这种停顿 甚至于负成长啊 那这个时候啊 德国要不要适当的花钱来刺激经济啊 也就是说 这个要改变过去的这种严谨的做法啊 那么来避免造成经济的这个紧缩啊 那就要考验德国会不会去做改变啊 因为这样的改变可能就是全世界的民主社会的体系的经济体啊 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啊 稳健路线的一个国家了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啊 今天邀请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教授啊 我们要请他来谈一谈 香港的情势还是持续值得关注 另外呢 这个东北亚地区的日韩问题啊 这个持续来值得关注啊 请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来到节目现场啊 是张国成教授啊 张教授郭文兄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 这个香港啊 香港情势啊 还是持续的紧绷啊 虽然有听众朋友反映啊 说你们节目天天在谈香港啊 实在是因为香港他的情势一直都还在发展啊 那值得我们关注啊 特别我们看到831的示威啊 可以说啊 四处上演火光啊 枪生白眼水柱啊 甚至还发生见血的失速列车啊 这是在媒体的一段评论上的一个描述啊 那 河里飞啊 本来是香港抗争民众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诉求 但现在看起来 不论是对群众来讲 对港府来讲 这个河里飞啊 越来越难以维持啊 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对港府近日不断的逮捕示威领袖 这个刺激所造成 另外一方面是 市民啊 不断抗争 却得不到回应啊 所以愤怒升级了 所以你可以说 香港政府跟市民之间啊 现在看起来是并没有能够产生对话的机制 虽然林郑月娥特首上个礼拜六说要开始要成立一个平台了 再加上香港的立法会 他的民意代表性显然 不足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为民意抒发的一个管道 那民意怎么办呢 只要上街去啊 好这里头就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 紧急法啊 是不是要使用啊 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紧急法如果实施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 就是说他港府啊 他可以啊 可以避开议会 不经过议会啊 直接来执行哪一些的 包括审查传媒 禁止集会管制交通 没收财产 修订法律啊 强制服务 递解离境等等啊 这些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第一个题目跟这个 呃 国生兄请教 对于香港现在的一个发展 有没有出入这样的一个问题 以及紧急法是不是变成一个 越来越笼罩在这个香港人头上的一个 必须考虑的问题呢 好的谢谢 我想这个会不会采用紧急法 可能跟香港的情势 会不会出现以下几件事情有关 是 第一个就是港府 特区政府的部门 对 以至于全体会不会出现 局部或全部瘫痪的情况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古会市 是 机场港口 正常的社会运作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瘫痪 或者是这个受到严重的阻碍 那第三个就是发生了重大的这个破坏或公安的意外 嗯 啊 这个火灾啊 是啊 这些公共建筑的这些损害等等 那第四个就是发生了这个死伤 就是譬如说 大规模的死伤 大规模的死伤 那第五个就是这个状况 外溢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内地啊 等等等等 那如果出现在五个状况中的任何一种的话 那这个我想局势会升级 那是不是采用紧急法 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话都有可能 不过紧急法这件事情的概念就是说 一个地方实施这样子的紧急法 大概就跟戒严有点类似 类似 对 对 那你实施戒严之后要解严 通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实施了之后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效 一种是无效 那无效当然不可能解除了 一定会更严 会更严 直到有效 直到有效 那如果有效的话 会有的时候会上瘾 那就是你不敢 因为你在实施紧急法的时候 一定是剥夺原有的资料 那这个市民一定会不属 一定会愤怒 那换句话说 你只要一解除的时候 那种不爽的愤怒 如果发泄出来的话 会很严重 所以通常 实施了戒严或紧急法 就会担心你要是一解除 会有更大的反弹 所以我们 不太敢解除 国民党来台湾的戒严 一戒就算是八年 也就是这个原因 你一戒了之后 就不轻易的这个要解除 要解除是要考虑很多 是 因为要就是有效 有效干嘛解除 对 对不对 如果无效 那更不能解除 更不能解除 所以世界 真是复杂的 所有国家一听到戒严 这个军管 紧急状态 都会把它看得很严重 虽然有些国家 也会常讲说 我只是实施百分之几的戒严 百分之三 当年戒严是十几 是讲百分之三 但是因为这种东西一举一实施 其实就有这种惯性 要就是有效 要就是无效 不管有效无效 都很难把它撤除 因此各国对这个都会非常敏感 那香港只要一开始实施 紧急法 那这个很明显的 对他的国际声望 国际间对他的定位 对他的这个投资来往 很可能都会出现值的变化 不过1967年的时候 香港实施过这个法 对不对 当然是因为那个左派暴动 文革响应 那后来呢 你有研究过那段历史吗 后来的 对 当时为什么会逐渐的这个 这个消弭这个问题 主要是当时抗争的议题 主要是劳工 这个主要是抗议这个资本家的剥削 有一定的局限 那大部分的市民是 对于这个抗争者的支持度 跟今天相比 我想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大家自有判断 第二个是他抗争的目标 其实很单一 就是资本家剥削 后来英国呢 在实施紧急法 然后镇压暴动的同时 他也派了一个委员会 到了香港去调查说 为什么香港会发生这么大的暴动 那之后他采取了很多作为 而且主要就是社会的改革 譬如说修改劳工条例 然后这个强迫资本家 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说他镇压归镇压 之后的政策 其实是朝着抗争者的方向靠拢的 是是 然后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平息下去 而且没有多年后 没有再护发的原因 你这个经验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香港当年英国的时候 它当然不是一个民主的体系 它是官派的特点 可是它背后的大英帝国 它是一个民主的体系 所以它虽然你不是香港人去选出来的 可是那个议会 在英国的议会会关注这个问题 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进行 那831前两天831是人大 强加于香港的 所以现在碰到问题 因为大陆很多人讲说 你英国时期你们也没有民主 也没有也不是选举出来 你们在有叫过吗 现在给你一个至少还有一个形式 你这样都批评的话等等 看起来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英国统治的时候 当然没有民主 对 然后但是呢 这个因为第一个 有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压力 所以英国也不敢管得太糟糕 这个是旁边的形式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港人当时 你说我住在香港没有民主 可是如果说真的很在意民主的人 你要搬到英国去住 是很容易的事情 它可以选择 对你要入籍英国 那当英国的选民 你就有选票 这个对当时港人来讲很容易的 但是你如果入籍英国的话 英国税也比较重 所以你要考虑 对很多港人觉得民主对他们居英 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人 民主果然是有代价的 对居英对他们讲很简单的 对 那个时候 可是他觉得英国住一住 还是没有香港好 香港各方面的 对 这个生活习惯 然后低廉的税率等等 都比英国本国好 所以他还是回到香港 香港来 所以英国也是给大家有这个选择权 像港人 现在这个在九七以前要移民的人 不管是不是因为九七住并不困难 澳洲一大堆英国加拿大都一大堆 尤其资本家要 所以今天香港人 据所有几百万人都是有双重国籍 这跟九七之前的那个背景也是有关的 九七之前因为我给予香港人民 就是因为海外公民护照 海外公民护照 对 海外公民护照不代表必然就能够 居住英国 他也没有英国的履私户籍 但是他在海外是受到英国领事权的保护 所以这个是还蛮特殊的 那因为香港本地 法治社会自由都算很OK 所以拿着这个东西 想特别去居英的人并不多 后来九七之前因为担心这个政治问题 所以有二十二万多人 英国是给他居英权 这些人都是在当时有跟港英政府合作 甚至设置像警察政治部这种比较敏感部门 甚至有的人就说这很多是县民啊等等 这个英国是允许他们居英 避免说你留在香港本地之后 遭到中共的包覆啊 或者是特殊的对待 这个当时是有这样的规则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香港人觉得说 居英也好 居港也好 自由并没有什么差异 而且在香港他没有投票权 可是他的民权 他的这种自由受到限制很小 所以他就觉得无所谓 现在大家其实也不是说特区政府在回归之后 就开始打局的这个怎么样去限制这个自由 我认为最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稍微有限 但是他担心的是以后啊 对了 他们担心的是以后啊 就是说会不会越来越往一国一制的方向走 特别是大湾区的 所以这一次的逃犯条例就是触动了这样的一种担忧嘛 那有人就会 所以我才讲到说啊 为什么越来越多香港人说 你如果不做双普选啊 香港越来越 他的这个领导人啊 他就不会照顾香港 从香港角度来看问题啊 甚至有一天他会觉得说 那像如果是从中国的全盘起来讲的话 香港做一点牺牲 没有什么不对啊 他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不是从香港人的 700万香港人的利益来考虑 这就是明选不明选的一个差别 而且大陆这个831 这个人大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啊 这个对香港来讲也是一个 他们没有管道 他又不像是对英国的这个民意机构 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申诉的管道啊 这就是差别之所在啊 也是今天香港跟大陆的问 冲突的问题之所在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要跟张国成教授 我们要谈谈最近的日韩之间的问题啊 相当的棘手啊 相当的棘手 而且看起来短期内还看不到解决的方向啊 但值得关注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邀请张国成教授 我们刚讲到说啊 日韩之间的从贸易战啊 现在升等到整个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啊 那两国的这个情报互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已经终止了 那这里头啊 现在最新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现在美韩之间啊 似乎也出现矛盾啊 因为呢 南韩清华台国家安保市的市长 郑义荣啊 8月30号主持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时候呢 他特别提到说啊 做出了个决议 说要尽早收回啊 包括龙山基地在内的26处的驻航美军基地的决定啊 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那当然有人说 这个可能是跟美国要求南韩提高啊 这个美军驻航的军费分摊啊 的一个筹码啊 是有关心 但也不无有可能反映出来 因为在这一波的日韩冲突当中啊 美国显然比较是站在日本这一边啊 那南韩就非常的不满啊 所以我们看到似乎整个东比亚啊 从原来这个大家认为是属于美国广泛的 一个日美日韩这样的一个防卫体系 经贸体系 那么似乎在发生变化了啊 日韩之间是有历史的仇恨 但是呢 美国跟他们各自都是可以掌握的 但现在美国为什么没有办法 没有能够介入调停 是无心还是有意呢 这个国陈兄 谢谢 那个日韩之间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了 有很多这种历史的问题 这个经贸方面的问题 对 但是过去来讲 这个双方特别是韩国方面是比较克制 所以没有特别的变成台面上的矛盾 那美国的立场向来 是不太去调停这些盟邦之间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是跟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 因为日韩对主导的独岛的问题 对 美国不止异常是吧 非常久了 美国没有任何 但从50年代就开始了 这个美国没有任何态度 又譬如说 这个 甚至于说像以前这个中澳民国跟这个日本之间 有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对 那个钓鱼台问题197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 美国跟中澳民国还是有邦交的 美国根本也是不闻不问 所以这一点 美国向来对于这个他的盟邦之间的问题 是不太站在这个调停的立场 尤其是在亚洲 这个是跟大家一般认知不一样 对 那是事实 那尤其是日韩这一次 他是主要从经贸纠纷开始 对 那国际间 如果是军事冲突 对 那这个强国介入调停 是 那个可能性是比较高 因为他会担心区域发生冲突 或危机 对 稳定 然后他也可能会面对 要这个介入不介入的问题 可是经贸纠纷一般来讲 强国也很少介入了 所以像譬如说 这个欧盟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区 跟其他国家有经贸纠纷 美国也很照管 然后这个日本跟这个欧盟之间 澳洲跟这个中国之间 其实以前都有经贸的这些纠纷 这个强国反而很少站在里面 因为你AB两个国家 有经贸纠纷 对C国来讲 说明是可以从中指引 很明显是这样子 看起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何必调停呢 因为A国不买B国的货物的话 那B国货物降价求售 对C国可能是有好处的 所以他们越炒 其实 你看日韩 日本对韩国一些重要的一个 高科技产品的原料 禁止出口 韩国怎么办呢 赶快来台湾抢货啊 是是是 就讲说台湾就 某一个产业就可能获益啊 是 所以贸易纠纷 通常都要自己去解决 很少是其他国家会来介入 像现在美中贸易战 当然他们的经济体制非常大 但是我们会看到 WTO是一个集体组织 根本大家到现在 WTO还是不太管 WTO其实是可以 很多国家集体提出说 希望两国来这个协商解决 或是召开会议 WTO的秘书长 也不是美国人 也不是中国人 他还是可以出来讲话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没有动静 对 就是经贸纠纷 其他国家往往保持中立 但是当然日韩之间 我们知道 不只是经贸纠纷 对不对 那现在 至少他已经扩大到 其他的领域 现在扩大到其他领域 那目前就各方的看法来讲 大概认为韩国方面 有道理的 或者是 这个 比较符合 本身利益的是不多 譬如说 当火线是法院的判决 是 那他法院的判决 这个简单 跟大家非常快报告一下 就是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 跟这个当时 曾经征用了很多韩国的劳工 因为当时韩国是日本的领土 对 就像那个有个店叫军舰岛 大概讲的就是很类似的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是 那战后呢 现在这个对于这些 劳工的这个赔偿问题 就是工资欠发 以及这个工商的补偿 这些是一直都没有什么 这个好的处理方案 到1965年 日韩复交的时候 当时日本曾经提出说 要补偿 这个补偿的话呢 就是希望韩方提出名单 就是如果还在世的人 一个人补偿多少钱 如果如果过世的人 提出证明的话 就是照名单给钱 一个人是给若干的 这个补偿的金额 那当时韩方是 就是说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而是用一笔集体的方式 而且呢 不是由日本政府 个别去补偿个人 而是由韩国政府 捅收捅付 那日本方面当然也没有意见 所以是就给了钱了 那给钱了之后 现在有很多文件证明说 韩国政府没有拿来发了 而是吞掉了 普正西吧 但是普正西政府 部分做来 用来作为建设之用 是不是完全吞掉 这个是有争议 但是就是没有完全发给个人 这个是可以缺 所以个人一直有人在抗争 在表达 对 那个人是说 你其实是没有拿到钱 那这个在过去 这个韩国也是属于 比较政治 这个 威权控制的时代 不允许你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意见 那日本方面就认为说 在日韩 这个复交的条约里面 对二战的所有这些方面 已经解决了 已经统一做一个解决了 就国际法的理念来讲的话 这个日本方面 不管他有理没理 至少在国际法上 他这个是比较站得住 就是你在这个合约里面 但是从他来讲的话 他认为是韩国法院 因为至少是司法体系的 韩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好 这个现在来讲 当然就是有人向韩国法院 提出出送 对啊 法院做了判决了 那韩国法院做了判决 那日本方面就是认为 这个就根据当时的条约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的这个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国际法秩序 是没办法维持的 是是是 那韩方面就说 日方如果不赔的话 就要没收日本企业 在韩国的资产 这讲的严重了 那日本方面 其实那个判决没多少钱 日本就退而求其次说 这样子的话 就请第三国仲裁 请第三国仲裁 是是 那日本当然有点把握 就是说请第三国仲裁 日本败诉可能性不高了 因为国际条约有他的尊严性 是 但是韩方拒绝 所以到了今年的年初 这件事情就终于破裂了 当时的日本的这个副首相 这个麻生太郎 就出言警告了 就说如果这件事情 这个不接受仲裁 又要韩国执意而行的话 有可能遭到日本的报复 因为那个麻生太郎 他的这个祖先 就是那个企业 就是那些企业 所以他讲这个话 火上加油 那韩国更怒了 更怒了 但是他是代表政府立场 所以贸易战就爆发了 日本就停售重要 这个领主建 给韩国 那韩国这次有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其实他没有衡量到 这个日本方面如果报复 他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备杂 对 结果不管对错 日本开始报复的时候 韩国方面没什么对案 才慌了 发现没有什么 十年生产计划 他就来不及了 有困难 而且目前来讲 日本对韩国是属于粗糙 对 而且这种粗糙是很多 是属于重要的机器 或者是技术的粗糙 是很难取代的 有人说 这一次的冲突才反映出来 日韩两国 在技术发展上的落差 是 还是看得出来 不要看韩国这几年 什么已经赶上了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其实是相当大的 还是非常大 相当大 我看一些韩国的一些 这个精英界的这些评论 跟报道 其实长期以来 这个日本跟日韩之间的贸易 虽然日本是粗糙 对 韩国在很多方面 还是占一些便宜的 这点是大家都清楚 这样子 所以现在看来的话 就韩国没什么主张 就废止了这个韩日之间的情报交换 但是这个文在寅政府 也滴不下来 他也滴不下来 对不对 他有民族主义 他有国内的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压力的考虑了 是 这个韩国的政治 下来 这个这样子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来跟张国成教授继续谈了 因为大家担心的是啊 东北亚的长期的和平啊 是不是回不去了 是 好 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 今天跟张国成教授 我们在谈日韩的冲突 那现在已经进展到 情报交换都要终止了 那这个对韩国来讲 这是划算的吗 这个对韩国来讲 当然不划算 因为日本的情报能力 就电子情报 影像情报来讲 他比韩国要强很多了 日本是有自己独立发射运载火箭的能力 是 他现在在太空中能够 这个即时的这种影像卫星 电子卫星能在运作的 有公布的至少六颗了 那可以达到对朝鲜半岛全时的这个覆盖了 那韩国方面 有一个资料是说只有两颗 而且它的技术比日本的要弱厚一些 而且好像有颗还是跟以色列做的 所以这次情报交换 对这个韩国其实比较有利 第二个说日韩情报交换 重点是针对北韩 也就是说你现在 如果这个状况不顺利的话 威胁的是朝鲜半岛的安全 那朝鲜半岛安全有问题的话 只走当其冲的还是韩国 不会是日本 所以美国现在跳出来 为什么会对这个日本比较偏 然后对韩国比较指责 因为你危害的是朝鲜半岛的安全 那你朝鲜半岛安全 这就跟我美国就不能完全置身 对对对 所以这现在来讲 韩方这个作为是有一点 如果客观情势是这样 那韩方有可能 自己改弦更张 或者拓面自干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个韩国方面 从这个二战以后向来是社会上是两个概念 就是领导社会的精英 包括知识界 是 媒体界 军方 经济圈 对 一方面都是比较右派 对 就是偏美日 是 那这个基层民众 农民 这个学生 这个左派 就是民族主义 是 反美日 这个跟这个二字弹结束之后 美国一段军政时期 基于冷战考量跟各方面是比较偏日本 而且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比较没有在追究 是他运用原有的亲日派 在治理 这造成大家对反日连带反美 这个是有历史的悠久的源源 那现在来讲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譬如说 以前任的大海民国的这个参谋总长 对 叫做郑景斗 他是空军上将 是 他是留日的 对 他是在日本航空自卫队接受训练 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也是难以想象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可是大家说韩国不是很反日吗 对 不是这样 韩日军方合作的密切度是很高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 对 不能够完全看历史 是 安全很重要 是 那又譬如说 韩国的这些三星啊 这些大财团 是 其实跟日本方面的这个技术的交流 对 这方面也是非常密切的 我看日本那天那个名单一公布之后 那个那个少东立刻飞日本去啊 是 去找那个商 最近有70个这些退休的韩国的前外交官 有一个协会了 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对韩国现在的外交政策 在过去影响力是很大 因为他就是外交圈的学长学弟子 是是 他们也联合就有发表一个说法 就是说希望现在的文总统能够审慎的考虑这方面的作为 因为这不符合韩国的意义了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 那文在寅显然他不是站在你刚讲的那个政治的媒体的财经圈的精英的那个东西啊 他是走街头出来的啊 他是比较左派的一个思维 是 那文总统那基本就是道道地地的街头运动 对啊 对啊 这是矛盾在这里 他自己是一个这个学经历算不错人 可是他因为过去大学的时候参加过游行嘛 对 结果被警察逮捕啊 是 然后逮捕之后后来放了放回来也退学啊 对 而且因为这种被捕的资历他居然考上法官也不能当啊 只能当律师啊 是 所以可以想见他对这种既有的体制啊 这种是心理的态度是无合的 但是也延伸到对日本的外交了变成 是 那对日外交他个人是相当的这个反日了 所以之前搭进的这个韩国跟日本签订 慰安妇协定 对他也不同意 他也终止了 这个成立的这个团体 这个日本出资的他也终止他的运作 所以现在这种全面反日的态度 这个连带让这个美国就非常有意见 不过他现在说要撤销这个美军基地 对 这一点又让韩国的精英界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有意见 太太过分了 做过头了 美军基本上是保卫韩国安全的一个核心的概念的动力 对 你现在如果说在韩国军的战力没有大幅增加 之前北韩又这个威胁也还没消除 你现在就让美军撤走了 那万一北韩将来翻脸怎么办 因为美军远在太平洋 所以我们会不会说担心 那这样子的话 原来东北亚的稳定和平的现状是不是回不去了 还是说日本就在等你文在寅 现在是总统选举的时候下台了 他一定下台了 因为他平安国只能当一任 不能连任 是所以日本方面当然也在期待说你下任总统政局 看看是谁当选 可以改变 右派左派看看是不是又轮替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韩国如果在这方面的情报合作或各方面有所杯葛的话 中国的地位会提升 会提升 所以他影响周边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发展的话 中国地位提升对美国来讲 又是他在乎的事情 所以这就值得关注 变成是从两国变成四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非常谢谢张国诚先生 我们下午再请他来继续就相关的问题来 跟他请他做解读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POP专心 我们明天见 谢谢 谢谢各位